OK,在前面我们讲到了基本分区 整个基本分区创建的过程,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就是先通过Fordisk或者是什么 Tdisk,当然这是两种不同的分区方式 如果使用Fdisk呢 我们采用的是叫MBR这种分区方案,是吧 或者分区表 如果采用Gdisk采用的是GPT这种分区表 这两种分区表,OK 这个创建完的分区我们叫基本分区 什么叫基本分区呢 就是大小在创建的时候就已经设定了 如果我们在创建的时候是100兆 那么之后呢,无论是这个空间将耗尽 我们想要扩容,这个是不可能的 它始终是100兆,你没意思吗 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来啊 然后,紧接着呢,要创建文件系统是吧 说到这个文件系统呢,我刚刚说我想起来什么呢 咱们有同学,由他家同学呢,创建了一个,几兆 10兆的,10兆的一个分区 最后格式化的时候呢,格式化不了 他说他格式化XFS的时候 格式化了吗 他格式化ELT4可以,格式化XFS不可以,是吧 因为我想说的是,我们在后面会详细去了解这个文件系统的一些特性 也就是说,这个文件系统当中不是说所有的空间都是放数据的,没有吗 他还有一部分空间是用来存储文件系统本身的信息的,没有吗 那么你10兆的一个分区,这个是不是太小了,可能都没办法去存储 存储什么,去文件系统的一些,他的一些本身的信息和数据 明白,我们取的那个100兆和那个5个G,仅仅是为了告诉你什么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个叫block size,还记得吗 也叫块大小,这个块大小是我们文件存储的一个最小单元 我当时取了100兆,实际上想让你看到,系统觉得你比较可怜 给的你这个block size是多大,1024字节,也就是1K吧 我们分到5个G的空间呢,我们格式化的时候呢,是4K 但是我们在格式化XFS的时候,好像都是4096,是吧 当然这个4096,这个块大小,我们实际上是可以指定的 我们的后面会看到是可以指定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创建文件系统的时候,哪怕是一个100G的分区 我们都可以将它的块大小指定为,比如说1024,2048,4096 能明白意思吗?这是可以指定的 只不过我们在前面讲那个文件系统创建,或者是格式化的时候 我们直接没有加任何的参数,对不对?自己格式化了,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格式化 最后我们为了使用,我们怎么做呢?为了使用 我们是不是使用了Mount这种方式?这个Mount叫挂载 按照专业的术语来讲,所谓的挂载是什么?把一个存储设备和一个文件夹和一个目录 关联起来这种行为是比较挂载,那么最后我们急着访问这个目录去对这个设备里面的数据进行存取,是吧? 那另外我在Windows上给大家演示呢,挂载这个概念,是不是? 我们可以把一个设备挂到任何一个需要的目录上去,明白意思吗? 那昨天呢,这个说到这儿呢,刘新泽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好 他说,假如说我们C牌上的空间已经什么?快耗光了,明白意思吗? 然后我们又分了一个区,那那个区跟C牌有关系吗? 我们C牌的空间已经快耗尽了 我们又分了一个区,20G或者50G,那么那个分区跟这个C牌有关系吗? 没有吧,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做,把那个分区挂到,比方说Program Files这个目录上面,明白吗? 那么这个Program Files里面的数据呢,就其实是存在于哪个分区? 那个分区上面的,对不对? 那么以后,往这个C牌下的,表面上看,是往C牌下的这个Program Files里面存数据,其实是存在哪儿的? 那个盘上的,明白意思吗?这是可以的,对不对? 但是,他想那么做的话呢,是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什么过程? 这个Program Files里面是不是已经有数据了? 因为一旦把一个设备挂到这个目录上面来,这个目录底的数据,倒不是被删除,是被什么? 是被,我们讲,被遮盖了,对吧? 就像水涨起来以后,潮水涨起来以后,会把石头什么?盖住,对吧? 但是水退却以后呢,石头又会漏出来 那如果,真想完成,刘新泽他所说的那样一个行为,怎么做呢? 第一步,先分一个区,是吧? 50G,一个新分区,然后把这个分区呢,格式化好,没有吗? 然后紧接着,把这个数据,先完整的什么? 拷贝到那个分区上去,懂你懂吗? 拷贝到分区上去以后呢,再把那个分区,通过我昨天我们讲的点邮件管理,是吧? 那,磁盘管理,再把那个分区整个什么,挂载到Program Files 对,他会遮盖里面的文件,但是他本身里面,也有这个文件 最后呢,我们会发现,C盘空间肯定没有扩大,没有吗? 但是,你往这个C盘下的Program Files里面,装软件的时候,没有问题 能听懂意思吗? 这就是挂载的概念啊,能听懂吗? 那,你一样可以解决,利用这种方式,是不是解决这个盘的空间不足的问题 比如说,能把这个Program Files搬到别的地方去吗? 可以搬,但有些目录不能搬,那既然不能搬呢? 那咱就不搬,好吧? 那咱就找一个分区挂到这来,是不是解决了? 那个,刚刚有同学问说,一旦挂过来以后,显示C盘多大,C盘该多大多大,不变,好吧? 就是往这个目录里面存数据,是最后存在哪的呢? 不再是存在C盘上,而是存在那个目录上面,那个分区上面,明白意思吗? 这就是挂载的概念 所以我们在收场当中,特别是在Linux里面,也是经常利用这种方法 比如说,根下面的空间现在已经什么? 已经快满了 根下的空间已经快什么?快满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那怎么办呢? 根下的空间如果已经快满了 那,但是我们想要根下的某一个目录 某一个目录,比如说我们的EDC目录,比如说好吧 能够存更多的数据,是不是已经不可能了? 那怎么办? 先分一个分区 把它格式挂好 先把它挂到其他地儿 临时地儿 然后把这些数据呢?整个什么? 这是第一步 先把这个,先分一个分区 先分一个新的什么?分区 然后什么? 把它挂载到 挂载这个新分区到什么? 到一个临时位置 比如说,比如说这个挂下的 比如说那个根下的一个 Disk Disk这个2这个位置 好吧 然后紧接着呢,把我们根下的什么? EDC下的所有数据 这个是新所有数据吧 拷贝到Disk2 其实就是拷贝到那个分区上面吧 它一般也没有什么隐藏文件 你也可以把整个目录考过去也可以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再把那个分区临时的给它什么? M-O-U-N-T 临时的给它卸载掉 最后呢 再通过EDC下的FSTAB 把什么? 把我们这个新分区挂到哪? 挂到EDC上面去 挂到这个所谓的EDC下去 好,这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例子 实际上EDC是不让你这么干的 实际上EDC是不让你这么干的 因为有些目录是不能够跟分开的 它们是世子都得在一起 有些目录是不能离开的 对,必须得在一起 我只是举了个例子而已 没有吗? 这个和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 Windows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挂着那个概念 其实不是Linux独有的 OK? 能听懂吗? 好 总之 我们回到主题 就是我们采用的基本分区方案 无论是MBL还是GBT 你先分区在什么? 格式化 格式化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要选择一个文件系统 我们可能会选择标准的ELT4 或者选择什么? XFS 是不是都可以? 然后格外以后 我们将来挂载 各位,这里挂的时候 我问一下 有手动挂载吧 MOD Mini 挂的时候可以通过GUN T来指定什么? 指定这个文件系统的类型 使用GUN O来指定一些选项 比如说挂的时候是什么? 指读这种选项 当然如果我们不指定那一集呢? 它是O2 是吧? 我们如果不指定那个叫什么? 选项呢? 它是什么? 对 它是Defaults 默认 它是Defaults这种方式 默认的 那边吗? 好 而且挂的时候 我给大家讲过 不要使设备名字挂 因为那个不可靠 而应该使用什么挂? 使用UUID 怎么获得一个设备的UUID? Block ID 我们读的时候 读的时候还是读这个单词吧 叫Block ID 也就是BLK ID 后面跟上这个设备 也可以一个设备的不跟 然后看所有设备的UUID 能明白吗? 这是这种方式 但是我们刚刚讲了 这种基本分区 或者叫传统分区的一个 弊端是什么? 它的大小是在一开始 就要确定好 以后如果随着数据的增长 这个它想扩大 是不太可能的 没有吗? 除非使用我刚才所说的那种 曲折的方案 就是在在它的子部下 做一个挂载这种方案 否则的话呢 会有问题 这种分区我们看到 它是大小是固定的是吧 很痛苦 那么以后想扩展的话 不是不可能 是需要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什么 曲折的方法才可以 明白 能解决 但是从它自称层面上 想变大 这个不可能 好吧 那怎么办呢 逻辑卷 上面这个应该说准确的说 叫物理分区 就是一种物理的一种分区 那我们的分区 各位 是大小是受到什么呢 是受到单块硬盘的限制的 单块硬盘如果是两T 那么这里呢 我们分的区 是不是指的是两T 而逻辑卷呢 可以跨越 跨越年龄 跨越性别的障碍 对不对 跨越一切障碍 比如说可以两个硬盘 我们可以把两个硬盘 一个分区跨越两个硬盘 跨越三个硬盘 跨越四个硬盘 明白吗 都可以 它逻辑上的一种概念 逻辑上的一种分区 它底层其实可能是 由多块硬盘呢 组成的这样一个分区 总之是逻辑的 明白吗 好 这叫逻辑卷 我们也叫LVM 逻辑卷 看到吗 当然实际上呢 这个LVM这个单词 并不叫逻辑卷 逻辑卷的名字应该叫LV 叫Logic Volum 逻辑卷 这个M呢 我们叫管理 逻辑卷管理 Management 但是呢 大部分人都把这个叫LVM 其实这个LVM根本就不是逻辑卷 是逻辑卷管理的意思 但是呢 这个没办法 错的东西已经被人说的对了 是吧 大家都说 逻辑卷就是LVM 其实根本就不是LVM OK 好 各位看到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分区 是分区 这个地方呢 也是分区 然后紧接着 后面这是什么 创建什么 文件系统 那我想说的是 他们都一样 这两种只有哪不一样 只有 开头 这个一个是基本分区 也叫标准分区 一个是逻辑卷 那我们讨论逻辑卷干什么呢 或者它的优势是什么东西呢 它的优势 其实最大的一个优势 就可以在线扩容 没有吗 在线进行扩容 我们使用它的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可以在线扩容 online 对不对 所谓的在线扩容是指的是 我们不用把这个文件系统 卸载掉 就可以在它有数据的情况下 直接扩容 没有吗 而 而基本上不会影响到 原来的访问 你要说不影响 这个当然也不可能 它可能在扩容的那个过程当中 读写性能会稍微有一些影响吧 但实际上 这个整个的对业务的影响 是没有的 基本上没有的 没有吗 这是它最大的优势 别的我们也不看重 关键是可以在线扩容 当然还不不仅是可以在线扩容 还可以干嘛呢 还可以实现一个数据的一个什么 数据的一个迁移 就很方便的把这个数据从一个盘上迁到什么 另一个盘上去 而且也同样不影响什么 业务也是在线的 这种数据迁移 同样也是online的这种方式 所以这是我们看重逻辑卷这种分区的一个人吗 最主要的原因 它本身也是一种分区 明白吗 能理懂吗 各位 所以逻辑卷被广泛使用 那么我们下面要看到的就是 怎样来创建逻辑卷 以及怎样来干嘛 这个这个术语我们还没有讲到 来我们先看看下面的术语吧 这是源自红帽官方的图片 这种带这种标识的就是红帽图片 看啊 下面是三块什么 硬盘吧 三块硬盘吧 这个可能是三块硬盘 也可能是三个锐的组成的结果 就是可能是三块硬盘 明白吗 也可能是 这个是一个锐的 这个是一个锐的 这个也是个锐的 都明白吗 可能是三块硬盘 也可能是三个锐的 但是实际上我想告诉你 一定是锐的 明白吗 因为这样的话才安全吗 我们的逻辑卷 它跟我们以后讲到的锐的 有一点 锐的它是做 它可以做数据的什么 容错 而逻辑卷 而逻辑卷基本上关注的点不在这没有吗 逻辑卷 有朋友跟我说老师 你这三块硬盘组成一个组成一个这个就叫卷组是吧 下面叫菲斯克 叫物理卷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物理磁盘 他们组成了一个大的卷组 然后在这个卷组上面再分什么 逻辑卷是吧 各位这个逻辑卷啊叫logic volume对不对 它的大小可以多大 可以是跨越什么 单盘大小 可以是这个盘的容量 再加这个盘容量 甚至是加这个盘的容量 没有吗 来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逻辑上我们看到一个大的盘 在这里有朋友问我说 老师 如果第一个盘坏了 数据还在吗 那有可能就不在了 那说那逻辑卷有什么用呢 逻辑卷关注的点不是什么 不是数据的容错 而是方便的在线过容和数据迁移 那没有吗 那我刚刚讲了 通常做逻辑卷之前 先怎么做 先做锐的 没有吗 你这边底层 你可能是不是使了几块盘 做了锐的 又使了几块盘做了锐的 甚至又使了几块盘做锐的 没有吗 底层应该是做了锐的 那么既然是做了锐的的话 锐的是不能够保障数据的一个容错性 而逻辑卷 有同学问我说 能不能保障实力容错了 能 能知道吗 它能够做倾向 但是呢 这个不是它关注的重点 怎么样吗 各有所长吗 你底层 你给我做好锐的 然后我上层再说什么 逻辑卷 以后 如果说空间不够怎么办 我再在另外一个锐的里面去 再把它扩起来 怎么样吗 再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大家注意这样一个点啊 好 那这里的逻辑卷有这么几个概念 你看啊 它有三个术语 一个术语是什么 是叫物理卷 我们叫PV PV看到吗 这个可以有一个 也可以有什么 N个 将来也可以有什么 再可以加 这个物理卷 它们组成一个 我们叫VG 叫什么卷组 就是一个卷的一个组 看到吗 然后我们在卷组上面 可以再来划分什么 划分这个所谓的逻辑卷 也叫logic volume 逻辑卷 明白吗 来划分这个逻辑卷 然后右边这个图了也是一样 你看 右边这个图了是从 下面有两个PV吧 PV1 PV2 这个PV1呢 有两百个 有八百兆 这个PV2呢 有四百兆 当然这边有一个术语 叫什么extend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叫 我们叫 一旦 做成物理卷以后 这每个盘上呢 就会 这每个盘就会化成 若干个大小相同的 小块 这个小块 没有吗 化成很多小块 这个小块叫做扩展 扩展块 然后紧接着呢 这个这边也有 也有这个一百个小块 是吧 一百个小块 这个小块我们叫PE 叫物理扩展 然后紧接着呢 组成这个圈组吧 然后你看 上面用了多少个 多少个 多少个块 一共用了 三百个 是不是正好是 这两个盘的一个 整合一个 一个合并啊 它还可以用两百五十块 明白吗 这上面这三百个扩展 三百个扩展 是吧 就三百个小块 当然这三百个小块 有术语的 什么术语呢 我这里给大家说 一件事两个术语 一个叫PE 这叫FASIC什么 Extend Extend 就是下面这个 PY PHY SICL 是吧 Extend 这个数字叫物理扩展 还有一个叫什么 LE 叫什么呢 逻辑扩展 对 叫逻辑扩展 这两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我刚才讲了 我们要想做逻辑券 先要把底下这两个硬盘 做成什么 PV吧 是不是就是PV PV可以说 多个PV就构成一个什么 VG吧 这个PV会被打成很多 小小格子 没有吗 这个小格子叫什么名字呢 叫物理扩展 能听懂吗 这个小格子叫物理扩展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上面逻辑券 是不是也是由 这个小格子组成的呀 你看上面这三百个小格子 其实最终会映射到 下面的这三百个小格子吧 或者说上面 两百五十个这个小扩展 是不是最终会映射到 下面的两百五十个呀 能听懂吗 那么上面这个小小块叫什么呢 就不叫物理扩展 它叫逻辑扩展 也就是说最后我们看到的 这个逻辑券 上面这三百个扩展 它叫逻辑扩展吧 它是最终映射到下面的什么 这个物理扩展上面的 好各位我再问一个问题 大家看下面这个这个物理 这个那个物理物理这个券 是两百个扩展嘛 有时候那个到底两百个扩展 有多大呢 那照这么看的话是多大 八百除一二二二百是多大 四个对这个 这个物理扩展和这个逻辑扩展的大小 是可以是多大的 比如说是四兆 然后是八兆 十六兆乘二嘛 还有什么 三十二兆 然后六十四兆 这样子看到吗 好那八百如果乘以除以多少 除以八 那就是一百个小块 看到吗 好这个小块是可以 那按照标准的话 官方默认是几兆 几兆的小块 官方默认是四兆小块 看到了吗 四兆 好那当然上面的这个P是四兆 那LE呢 它只是一个映射的关系 所以它也是什么 也是四兆 那我问一个小问题啊 看现在底下两个PV 一个两百兆 一个两 一个是两百个块 一个是多少 我们说的数据点吧 一个是两百个P 一个是什么 一百个P 那如果我上面分一个两百兆的 分一个两百个这个 LE的这个大小的券 我们是不是可以 可以直接从他这边取两百个 也可以从什么 他这边取一百个 他这边是不是取一百个啊 懂得懂吗 这个关系是一个我们叫 一社的关系 我访问上面这某一个块 实际上会意识到什么 屋里盘上的某一个块上去 能听懂吗 而且这个三百个块 现在是不是 现在目前是不是三百个块 三百个叫什么 LE是吧 那将来这三百个不够了 怎么办 各位 现在我们的PV 是不是已经耗光了 那我们可以再加一个 大家伙进来 比方说加一个 又有一千个 一千个什么 一千个块的那个盘过来 加过来以后呢 再把它加到哪去 先要加到VG里面去 只有VG发展壮大以后 我们是不是才可以扩逻辑卷 那么这个时候你发现 在你看来 这个上面呢 这个大的逻辑卷 好像是一个整个一个分区 其实它这个LE 是映射到什么 N个下面底层的那个爬上的 小块上的 而且映射的时候 也可以不是连续的 没有吗 但是逻辑上 告诉你的是什么 你看到的是一个 独立的一个盘 能听懂吗 各位 这是我们逻辑卷的概念 能听懂吗 我再说一遍 我们有三个术语 有应该说 有三个重要的术语 一个是这个什么 一个是这个 好 这个我们看到 PV是物理卷吧 物理卷是我们 它是我们整个逻辑卷的 最基础单元 是他们一个或多个什么 物理卷构成一个大的卷组 明白吗 然后我们在这个卷组当中 我们好像得到了一个大的硬盘一样 是吧 我们在这个卷组当中呢 来干嘛来分一个或多个 逻辑卷 明白 有好多同学会误会说 老师你这是合了又分呢 为什么这么做 你看右边这个就不是那个意思吧 我们是合了 合了一个大的呀 分了一个大的呀 将来是不是还可以扩展呀 而且这每一个卷 是不是将来都可以扩展呀 当然扩展是有前提的 来我们问大家 如果我将来想要扩展 扩展这个300 这现在是不是只有1200兆的一个分区 那我想扩展 那有什么前提 告诉我 有什么前提才能扩展 扩展 用我的话讲 就是你老爸有钱 你才能拿到钱 你老爸这儿就是这个VG 但还有什么 还有空余的空间 足够你扩展 是不是才能扩 如果VG里面有空间 你就直接扩就行了 如果你老爸没有钱呢 再给你借钱 再增加什么 新的物理券 到VG当中来壮大 你老爸的那个腰包 是吧 然后你才能够扩展 能听懂吗 所以我们这里的扩展 有两个扩展 一个是扩VG 一个是扩逻辑券 扩VG 得有什么前提 得有新的PV的加入才可以 要扩LV呢 那VG当中得有free 得有一定的剩余空间 能听懂吗 各位 如果了解的话 剩下的只是个操作 明白吗 操作远远比理解更简单 而且我一直在强调 PE和什么 LE的概念是吧 PE是什么时候创建的呢 PE它不是在创建PV的时候 创建的 PE它是在创建 VG是指定的 或者是默认的 它也默认 你要是不指定 它就是几件 不二十四兆 PE注意啊 千万注意 这个我们创建 这个叫什么 这个PE 它是在创建VG 可以使用一个-S 比如说八兆 这样的二到多少次方 不能乱写啊 不能九兆 那个不可以 好 这种方法创建的 明白吗 当然这个PE一旦定好的话 以后就不能改了 就是你们这个组织里面 以后的就是八兆 再也改不了了 这个改不了 OK 好 这个然后呢 LE呢 这个没什么创建不创建的 LE就是这个 最后这个VG 里面是不是有好多个PE啊 好多个小块 叫物理扩展 那最后你的LV 是不是从里面去 挑 是不是去拿就可以了 你LE的 LE的 LE的这个什么 关系和PE呢 是对应的 到底是不是一一对应呢 这个不能乱讲 默认情况下 这300兆 对应的是下面的300兆 是吧 但也可能是上面的300兆 对应下面的600兆 那个是叫Mero 金像 上面放一份 下面存两份 可以这么干 但是我 我还是那句话 关于容错的事情 请交给谁 RAID 你要是说老师 我这个逻辑券没有容错 不是你 你让逻辑券去容错 本身这个就不合适 知道吗 而是应该使用什么 RAID去容错 你懂吗 好 这个我说了半天 这个大概原理听懂了吗 没有那么复杂吧 有人说 老师 最后创建的一个LV 相当于什么 它就是个分区啊 是吧 是不是 它完了以后 就是创建那个分区啊 然后怎么做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然后你一样要干嘛 创建文件系统 一样要挂载 能听懂吗 然后 在短时间看 就一个意思 以后呢 我们可以扩容啊 能听懂吗 以后是不是可以扩容 但都没有意义吧 所以说 头一天晚上 预期多么重要 但是我知道 你让你自己预期 那个没告诉你是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让咱们的刘老师 带着你们 哪怕是硬生生的什么 过一遍 之后 刘老师比方说 讲到了说 PE 假如说 你没有听懂 你今天上课的时候 你会非常精神 你会 进行到什么程度呢 假如说马上快睡着了 但是你脑子里面 始终昨天晚上 在为PE这个事情 在纠结 什么玩意叫PE 什么玩意叫LE 假如说 你正在朦胧当中 现在突然我讲到了PE 你马上 马上就醒了 说哇PE啊 这个我没明白啊 就每个人 都对这种东西感兴趣 就是自己 自己什么 得不到的 对得不到的 永远是美好的 美好的 比如说 但 unsettled 他的空 是eurs的 今天 也